各位鄉親大家好 歡迎收看八位八號的新中華新聞 我是林怡婷 新聞一開始 先祝我們一位爸爸父親坐快樂 中華市公司在七號的時候 基盤無凡父親標榮代會 今年就算的53位無凡父親當中 年紀最大是三川里 過年一百歲的林水王萬城 最年輕是對行李 63歲的林金正 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 出席最受標榮的人 只有40多歲 指定林世衡跟館長王妃美的頂堂 下次做會來分享無凡父親的營養 明昌就讓每一位父親親坐快樂 來自中華市更立無凡父親董酸林 早安在四十歲北東之下 自一節中華市公司改修生活的本館 不如今日四十歲都準備很好的會 就由標榮華東對爸爸也就是阿公 表達上官的建議 會長從完了運行和快樂的氣氛 以後的中華館長王妃美表悉 爸爸為了家庭無事付出 也希望每一位小孩都能得到來關心爸爸 我們所有受表揚的模範爸爸 我們說老爸青春山是我們最大的剋山 我們有抱的孩子真的是像快寶 所以在這裡每一位模範爸爸 背後都有一個甘臨的剋書 有的胃很難 扁到這樣有成就 那神主今天是有很好的這個成就 所以今天才有辦法來這裡 接受模範爸爸的表揚 感謝我們學生的這個對象 第三點我要拜託我們校要及時 特別是這兩年我們疫情期間 我想大家感觸更深 所以說真的多孝順爸爸媽媽 多回來看看爸爸媽媽 我們的四大人拚幾四人 那雙天我就是愛天倫之樂 所以我們拜託 我們如果怕你時歲 有眼要靠近一點看 管政府這幾年一直用心在日照 長照跟關懷據點 中華館廣中有五百八十八個川嶺 我們希望每個村裡都有關懷據點 讓長輩在地安老 在地得到最好的照顧 現在努力到現在有三百十三個點 我們還會持續努力 讓我們在彰化線內的長輩 都能夠幸福健康又快樂 中華市長林審限表示 大部分的爸爸都比較不會表達 對小孩的愛 但是在愛的小孩的健康 是絕對沒有保留 今天是我們表現我們中華市 保安父親 我們非常歡喜 非常感謝 繼續在生活很幸福 我們這些爸爸 為了撐起家庭 在外打拚 為室內為家庭打拚 所複製的辛勞 非常的值得 我們來表揚他們 我想父親 是一個如一座山 是一個家庭最重要的重症 我想父親 不但是為家庭的事業生活打拚 更重要的父親 是一個家庭精神的製助 是我們整個家庭 所有的行為的表率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鼓勵 所有做人的主流的人 一定要優好 這個人如果不可以優好是大人 他社會會不會打拚 但是身為家庭 也要擔任這個 經格家庭的模範 做家庭所有的特徵 行為所有的表率 所以我經常說市長 一定要表現 非常認真打拚 要聽著 自己的生錢的典範 我們不只要留給主身財富 更要給主身道德的表率 這是我們表揚 我們父親的一個最重要的標準 大家很好 在顧外面 穿得好 顧外面 顧外面 都很好 今天是父親坐 可能你因為吃頭肉的關係 不然就回來爸爸的辛苦 比不容易拍 但是那時可以 開一槳電話向爸爸撒嬌一下 讓爸爸撒嬌你一切朋友 相信爸爸這樣就很開心 新中華新聞 日本方中華 柴鳳伯德 你我看你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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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